大街之前 麻烦你们少一下十点吃 清明廉价肯定大街人潮涌现 还有民众拿下口罩边走边吃 禁止边走边吃 还是拜托大家把口罩戴好 民众防疫松懈现在就传出 在恒春举办的台湾记音乐活动 因为有北部确诊个案来过 活动紧急喊咖 在会场当中我们有落实到戴口罩 但是呢 还有量测体温的部分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4月3号 还是要停办 活动今天临时取消 请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再进场了 我是今天才到 所以才刚开过来 才知道说取消了 我相信之后还有 之后还有 所以今年没关系 之后还有 明天再来 原本三天的音乐季 摊商现在只能收摊打包 同时间县府也发出 近万通细胞简讯 要游客就近筛检 你们就回去等爆发 我要在这边逗留 不会担心啊 不会担心 你在那边待多久 我们没有待很久 都打好第三季了 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有民众有认为有需要 我们免费的快筛试剂 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到这个服务台 担心检测人潮过多 县府也提供快筛试剂 提醒收到简续的民众 务必筛检 做好自身防疫 大爱新闻南部 综合报导